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井门前 遥望兴衰成败 羊肉汤冒着热气 忘不掉的锅贴 糊涂面和姜面条 温热得刚刚好 过年上菜了 久违的家乡味让人蠢蠢欲动 这一趟换你一起出发 寻找记忆里儿时的年味 河南洛阳20192月 我是台上孟美琪 台下蒙美琪的你们的三只大哥孟美琪 河南的话一般也差不多 比如说串门 串亲戚 然后一起围在一起吃年夜饭 贴春联 然后压岁钱 就是三十之前可能会在姥姥家包饺子 然后准备就是因为三十过年的时候要会吃饺子嘛 然后下来就包了饺子之后就到大家团聚的时候 然后下饺子吃 过年其实最期待的就是因为女孩子爱美嘛 所以就是很期待穿上新衣服 因为每年过年都 我记得小的时候的话就是家人一定会给我买 就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新的外套棉袄嘛 就是我们家那边反正我家那边是这样的 然后就每年过年都会很期待有一个漂亮的外套 大家其实年夜饭嘛都吃的比较丰盛 然后一般我都专挑肉吃 有肉就行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要压岁钱 就是一定要给长辈磕头 然后说就是祝福的话 然后一定要说的好了 然后长辈才会 他觉得你说的好了 长辈才会把那个压岁钱给你 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一定会贴对联 然后贴对联的时候就是在门上贴嘛 所以就是专门会熬那个浆糊 你知道吗 然后用浆糊把那个对联的后门都给刷满了之后 然后我跟我爸爸就在这个我们家那个门口就是贴对联 这样子 难忘经销 我印象里可能三四年都没有回去过了 因为一直都是工作比较忙 然后每次在过年的时候就是正好我在工作 所以就每次都回不去 他们就可能会说 家里边永远都留着你的位置嘛 然后就是希望你明年可以一定会回来过年什么的 然后会给我看家里人的照片啊 然后拍一些视频给我 然后就觉得就虽然没有回家过年就挺遗憾的 但是呢看到了他们就很开心 我也觉得挺幸福 跟他们的话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想跟他们多去聊聊天 然后一家人就是能够见到 然后聊天 然后去说着我最近发生的事情 还有他们的事情 我觉得已经就是很开心很满足了 我可以说我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因为我这么多年没回去过年了 我觉得我就可以包收成礼物给他们 19年的话可能就是 就能希望就是能有更多的作品吧 就是比如说音乐上的作品啊 或者是就是表演上的作品啊 对就可能会更加多一些 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